好 这一节全球现场我们先带你来关注的是今天国际上的焦点 第95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台湾时间 今天早上8点钟已经正式举行了 这一次的典礼呢是选在了美国加州的好莱坞高地中心的杜比剧院来举行 典礼上面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就是红毯的部分了 好 其中呢出演塔尔的凯特布兰奇还有妈的多重宇宙女主角杨子琼 两个人互相来角逐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当然现在呼声极高梁子琼是最有机会让这个奥斯卡奖出现首位亚裔影后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期待 那颁奖结果正式揭晓之前呢红毯也是暖场 好莱坞各大明星是珍奇斗艳在服装上头几句巧思 包括了即将出演这个迪士尼电影小美人鱼真人版的海莉贝莉 还有欲望诗乃女演员伊娃朗格利亚 都是露出了他们性感的线条 还有搭配闪亮亮的钻石戒指 从红毯呢一路要站到颁奖台 而其实呢在这个金像奖之前呢都会举行一个金酸美奖 就是嘲讽大烂片的金酸美奖 在奥斯卡前夕都会特地来公布名单 没有想到这一回得奖的人居然是奥斯卡影帝汤姆汉科斯 他在传记电影当中猫王艾维斯中是饰演猫王的经纪人 汤姆汉科斯呢他是因为饰演猫王艾维斯 是得到最差的男配角跟最差的荧幕组合两个奖项 金酸美奖都被称作是烂片界的奥斯卡每一年呢 他们颁奖给年度烂片还有最差的演员 而汉科斯他获颁奖上的理由在于 他的脸是涂满了乳胶这样的装扮 还有可笑的口音 另外玛丽联盟录的传记电影金法梦录 本来就是倍数争议了这一年 他也获得今年度的最烂电影 好我们持续带你来看的是 这一届的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奖呢 是第一次由亚裔女星入围 杨子琼他凭借着妈的多重宇宙 这一回他要挑战的是金奖影后 但是他的劲敌呢 是已经曾经拿下两次的小惊人 资深女星凯特布兰奇 他这一回是以电影塔尔当中的指挥家 这个角色入围 所以这个奖目前呢 是厮杀非常的激烈 也成了最难预测的奖项之一 妈的多重宇宙呢 其实横扫了影坛各大奖项 当然这也让杨子琼 他的演艺事业是更上一层楼 他第一次被提名 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奖 也成为这一个问鼎 该向这个奖项的亚裔女星 其实撇开奥斯卡呢 他在这个电影早就刷新了 非常多项的记录 包括了他是第一个夺下了金球奖 还有美国演员工会 影后的亚裔演员 不过到底这一回 能不能够如愿夺奖呢 也请您持续锁定 我们中间新闻的报道 稍晚就会为您来揭晓 好我们持续看到的 这一回呢 是由杨子琼主演的 妈的多重宇宙 他入围的不只是女主角奖之外 也入围了前前后后 总共有11个奖项 是领先各片 而其中包括了杨子琼他入围最佳女主角 他将跟凯特布兰奇来争夺小金门 小金人 好其实呢 这个杨子琼他将力拼是成为 这个奥斯卡的首位亚裔影后 导演关家勇的妈妈 其实就是台湾人 这个导演呢 他透露说他在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让他的母亲进入駭客任务 这种有趣的概念 所以呢他就创造了这部比较奇幻脑洞大开的家庭片 意外闯进了奥斯卡 也当然了连带拉抬 这个可能是准影后 杨子琼他的气势 当然杨子琼跟这个导演呢 现在也都被视为是夺金的大热门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的 其实我们回顾杨子琼 他过去的演艺事业 也其实非常多的民众影迷呢 对于他过去的作品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2000年的名作 《卧虎藏龙》一举爆红全世界 那去年的这部电影 妈的多重宇宙 更是创下了杨子琼 他的演艺生涯的里程碑 也让他夺得了各大奖项 包括了刚刚提到的金球奖 也堪称说是他生涯的代表作 电影妈的多重宇宙 造成全球轰动 一路开出红盘 获奖无数 女主角杨子琼 是片中的灵魂人物 杨子琼是马来西亚华裔 今年60岁眼活无数角色 皆由小时候苦练芭蕾舞的基础 1985年以皇家师姐 在香港闯荡出打女名号 1992年与成龙合作的 《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 奠定了他在亚洲的影坛地位 1997年演出007明日帝国 成为007系列中 首位打破花瓶印象的女演员 更被外媒称为女版詹姆斯庞德 2000年杨子琼出演 李安明作《卧虎藏龙》 入围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 眼火武艺高强的余逸莲 形象深植人心 直到2022年 妈的多重宇宙里面的王秀莲 为杨子琼画下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杨子琼透过妈的多重宇宙 一举南瓜了美国国家评论协会 最佳女主角奖 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 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女主角 独立精神奖最佳主角演出等奖项 而她也借得奖呼吁打破性别 种族繁离与天花板 从文系到武系 从秀莲再到下一个秀莲 从华裔身份到女性身份 杨子琼以多种面向突破极限 也缔造出属于自己的多重宇宙 记者离境综合报道